他是春秋时期的人 距今有两千多年了 两千五百年 他是哪儿的人呢 是我们河南人 河南人历史上会经商 那么古书上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 说他是个政治家 是个军事家 是个道家 说他是个经济学家 这是瞎说 他就是一个能经商的天才 那么为什么说他是政治家呢 他曾经献策辅助过岳王勾建 岳王勾建怎么复国呢 是因为他出的主意 比如你有一个良好的主意 比这人的本事还能够起作用 最后他就隐退了 所以世人就称赞他 说他是什么呢 说他忠以为国 治以保身 商以致富 成名天下 你看很有意思 第一我们都讲究 一个为臣 或者他其实也不是臣 就是作为这个献计献策的 从朋友的角度也好 从其他什么角度都可以 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 我们今天生活中 朋友之间 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互相不信任 互相之间不忠诚 所以古人把忠放在前面 叫忠以为国 为国嘛 什么叫治以保身呢 就是范黎呢 非常聪明 他不鞠躬自傲 那么当他有成就的时候呢 他能够自己想清楚 得以保身 很多人为什么后来不能保身 我们今天生活中听到 大量的这样的例子 就是因为不够聪明 就是没有这个智慧 那么商以致富 商以致富在古代呢 很少有人给这种评价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名的人 不是政治家 就是文人 很少有人知道商人的 你仔细想想 你随便拦住一个人问问 你说你说说中国古代的名人 那一说就是李白杜甫 白居易 要么就说说秦皇汉武 说说都是帝王 文人 商人呢 能提得起来的 我们想一想 也就这一范离 所以呢 他经商可以致富 成名天下 那么古书上记载说 他活的时间很长 几近百岁 就活了不到百岁 无疾而终 无疾而终 是中国古人追求的五福之一 我们一个人 如果能活到一定的寿数 无疾而终 是天下最幸福的事 没有病痛 而离开这个世界 那么范离就被中国商人 败为了一个祖师爷 这祖师爷 说他是什么呢 说他是商圣 你知道圣祖这名字 这个封号 很少有人提及 我们中国历史上 被封为圣祖的 就是康熙大帝 那么你想想 这范离这腕 得有多大的一腕 但是人家有没有绯闻呢 人家还真没什么绯闻 人家有一段爱情 说的是跟谁呢 是跟西施 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 我们都知道这个西施的故事 西施的家乡 我也去过 这地方叫什么呢 是浙江的朱姬 我那年我算算 我那年大概 二十八九岁三十岁的时候 我去朱姬 我因为喜欢这事 就到了朱姬就问 说听说西施的家乡 在你们这 他们那边就领导 就拉着我说 我带你去看 看他的遗迹 去了到水边 水边看一大石头 他说这就是西施换杀处 说当年西施就是在这 换杀 我呢就 踩上那块石头了 我一想 沾沾美人的光 我上去一踩那石头呢 那石头肚子还晃了一下 我心里一想 这石头不定 什么时候刚搬来的 那近些年呢 你看啊 我们中国历史上的 名人的家乡呢 都开始发生争夺战 对吧 西施也不例外 有学人就 有学者就说啊 这个西施的家乡呢 不在诸记 在萧山 我就不知道这个学者 是不是萧山人 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现在人都很自私 那么在春秋时期啊 公元前这个494年 距今有2500多年了啊 越国就开始攻打吴国 那时候国呀 没现在 咱们现在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那时候都是小国嘛 那么有点不自量力 打人家没打过 最后呢 就被迫向吴国求和 请降 就说哎 我跟你打 说兄弟不得对啊 是我本来是想打的 打赢 结果没打赢 怎么办呢 只好求和请降 那么你求和请降 得有个态度啊 你表示这个臣服 你有个态度呢 那越王勾剑 就跟这范黎呢 就一块就奔赴了 这个吴国 卧心长胆 那个故事 我们都很熟了啊 这胆 我是从来没尝过啊 据说巨苦啊 所以卧心长胆呢 在中国的这个古代成语中呢 就是越王勾剑 这段故事形成的一个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成语 范黎和勾剑 回到了这个 越国以后呢 就开始发展经济啊 然后试图发展 这个训练军队 增强国力 那么这个是一个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想点携招歪招啊 有什么歪招呢 是因为他们在吴国 看到这个夫差呢 喜欢美女啊 其实啊 有权力的人 都非常容易喜欢美女 因为社会就这么一个标准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是吧 能看到很多 这个腐败的官一被拉下把 就忽然发现啊 还养着美女呢 那么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啊 就看到了我们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美女西施 同时还有一个人叫郑旦 还是个美女 俩美女呢 就让这个勾建 送给了 当然是范黎初的主意啊 勾建就送给了 这个夫差 送给了 送到吴国 那吴国 夫差一看说 哎呀 还是他们对我很好啊 这个表示 给我进献美女 那明白着表示 越国臣服了我了吗 这就是个证明嘛 当时吴子徐还提醒吴王 说这个 你就给小心啊 这个事啊 酒色这个事一定要小心 但是呢 这个夫差不听 后来的事 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范黎在这上面 是立有大功的 这个封为上将军 你知道我们大部分人呢 在这会儿啊 都不会激流勇退 你看在中国历史上 能够留下的名的人 都知道激流勇退 那么后来呢 就相传啊 跟这个 就跟这个西施啊 范黎跟西施 就到了西湖上去泛州了 过着那种爱情的生活 当然西施的 结局的版本很多 说他有自杀 他杀啊 被杀隐居各种版本 其实哪个版本都不准 我都说过 历史没有真相 那么学者也有人研究 说西施呢 跟范黎根本就没机会见面啊 所以河南人 一浙江人上哪见面 年轻的时候就没 都没出过自个儿那个领地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都不去考证 我们还是宁愿相信 有一段爱情故事 后来我就想啊 我小时候啊 看过一个对联 这对联对我印象特别深 我为什么印象深呢 是我看不懂 对联我给大家念念啊 叫天地庄舟马 江湖泛离船 这个什么叫天地庄舟马呀 就好久都弄不懂 这个好像在我心目中纠结了得有二十年以上 偶然慢慢慢慢明白了 他说天地庄舟马是什么意思呢 庄舟 庄子 我们道家的人 说天地如此之大 庄子也能驾驭他 所以叫天地庄舟马 像一个马一样可以驾驭他 那么江湖泛离船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泛离他有能力啊 这个这个拿得起放得下 有能力在这个江湖上能够全身隐退 功成名就以后依然可以全身隐退 说的是他的胸襟开阔 泛离被后人称之为伤圣啊 巨大的荣誉啊 他最初第一次发财是什么呢 古籍上这样记载说他努力耕作啊 兼营副业 他副业有什么呢 补鱼 晒岩 它是一个非常本分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 你想想就是耕作 然后呢 我们是一个农业国 对吧 农耕民族 以农耕为主啊 耕作是发财的一个 必然的一个途径 今天不是必然的途径 那么兼营副业 你知道副业很容易改善你的生活 如果你就是种粮食 你很难发财 所以这富岳呢 有补鱼 晒岩 岩商你知道历史上都是非常有钱的 所以他就按今天的话说 他绝了第一桶金 后来就把家财散尽啊 这人能发财就是能把财散尽 仗义输财啊 在中国古代是极高的一个社会荣誉 后来呢 这个范散尽呢 又去了山东 山东那个位置啊 当时特别好 所谓居天下之中 居天下之中的好处是什么呢 是可以经商 就是所有人都要通你这个地方通过 那他什么原则呢 他经商 叫人弃我取 人取我与 顺其自然 带机而动 就是人家不要的 我要 我来取 人家要要了呢 我就给予你 我就给你 我不跟你争 顺其一个自然 等待时机 那么这又发了大财 所以呢 在中国这个帝王史上啊 很少有商人出现 我们想想从春秋啊 这个到战国 到秦汉 到隋唐 这个宋辽金元 你说个商人都找不着 你翻史书上都找不到有商人 商人没有地位啊 很少有人记载啊 我们 过去啊 我们过去乃至到今天 中国人对人的评价 说这个人是个商人 过去是极强的贬义 今天依然含有贬义 就没那么重了 过去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说 那人是个商人 基本上都算骂人 我们文学怎么表达呢 说商人重利轻别离 钱月扶梁买茶去 这我们都知道白居易的诗 是吧 商人重利轻别离 没有感情的 就专门喜欢钱 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上 对商人的描述都评价非常的低 那我们这些年呢 可能又多少知道点 中国古代的商人 有谁啊 大商人 沈万三 这人什么时候的人呢 基本上应该算元朝 晚期的人 他在明朝 他入明朝没几年 后来就去世了 我们如果有机会上江南水乡 去周庄 我当年 说起来都有十多年了 我去的时候呢 一下车 先看的麦子都是猪蹄吧 叫什么呢 万三蹄 万三蹄 走一路卖一路 不管走到大街小巷 一直到最后停车场上 全是卖这个卖猪蹄子的 这个万三蹄非常有名 这个据说啊 有一个民间传说 现在这民间传说 就是你就这么一听就拉倒了 就说朱元璋啊 有点记恨这个沈万三 你说他记恨他干什么 就因为他有钱 有钱呢 就要想办法找他一毛遍 对吧 然后呢 朱元璋就到沈万三家去做客 皇上到你这做客是给你脸 所以沈万三就定 这个顿了这个猪蹄子来招待他 招待他呢 这猪蹄子怎么上来啊 整个的 你今天到这个周庄去买那万三蹄 都是整个的啊 这整个的鸽呢 没有切开 如果你当着皇上动刀 就可以知罪 因为这个这是动凶啊 对吧 那个沈万三很贼 你知道这个蹄棒中啊 除了那根大骨头 旁边还有一个侧的小骨头 他把那小骨头一抽出来 就把这个 以骨剔肉 就把这肉给切开了 那皇上吃的还是挺美啊 沈万三就保住了小名 那朱元璋就说 这东西还挺好吃啊 那说这道菜叫什么名啊 沈万三一机灵 想这不能说错话 不能说这叫猪蹄棒 猪蹄子啊 知道皇上姓猪 猪元璋啊 所以一拍自个儿的大腿说这叫万三提 所以万三提因此得名 这个沈万三啊 富甲义方的富翁 他怎么发的财呢 咱也不是很清楚 这个主要是靠贸易 你知道 贸易啊 是利用物品的价差 利用信息不对等 他可以发财 那么发了财以后呢 他最大的本事是 把发来的财呢 进行二次盘剥 买一些不动产啊 这个租给别人 开辟田宅 利用这个土地发财 所以呢 这个当年是富甲一方的大富翁 我们今天都知道江南啊 水路非常发达 周庄那个地区就水路交通发达 当时是他们的商业贸易啊 和流通的一个基地 你知道过去想发财 必须淋水 不淋水发不上财 就是你交通不好就不行 今天就是说 想致富先修路 道理是一样的 古代修路没有用 不是没有用 用处不那么大 是因为当时的车的 行进速度过于缓慢 跟船没法比 船是高速高效的运输工具 所以历史上发财的人 一定想办法通过水路 至于我们的过去古代的 丝绸之路 那是一个特例 它是靠长时间的 靠长距离的贩卖 去发财的 沈万三还是得罪了 朱元璋最后给冲军云南郎 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茶马古道啊什么 他去了照样发财 这人到了那个地方 山高皇帝远 更应该 就更有本事去发财 没人管了嘛 所以发挥他的特长 这是沈万三 沈万三 万三题 我告诉你们 一定记住了 沈万三是个大富翁 他不是个厨子 很多人以为万三题 就是万三这厨子 做的一个猪踢棒 不是这么回事 还有一个商人 我们是掰着手指头 给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找这大商人 为什么太难了 还有一个商人 大家电视剧没少看 人叫胡雪岩 红顶商人 这商人我们懒得说他 他就是官商勾结 中国历史上 这个早期的商人 还跟官方勾着 不那么厉害 到晚期 近代革命以后 这个商人都一定要 跟官方勾结起来 这我们就不多说 你们都很明白 我们曾经 在以前的节目里 谈过一个人叫黄一柱 这个人我说完了以后 很多人都觉得 这人忒神了 这是中国清朝末年的 一个首富 富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不用说他有多少钱 说过他两件事 一个事是他母亲生日 黄一柱他母亲过寿日 过寿日就扎打采棚 路的把住四个角 四个角搁四个大木桶 四个大木桶 里头放上红颜色的水 洒满了银元 每个路人路过 就算随喜 每人捞一个 转身就走 那么这一枚银元值多少钱呢 我算了算 大概值今天的 按同等消费能力 大概值三千块钱 过去有三块银元 就那个年月 你要有三块银元的话 你家里过一个 非常富足的日子 我们今天大概得一万块钱 你这一个月生活质量高一点 你咱们得花一万多块钱 当时拿一门银元 等于三千块 不像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都是什么 今天某某某某人 某某某某大明星 举行婚礼 举行这事那事 都是敛财 来的人都是得随份子 我去参加婚礼 没带钱 都不好意思进去 一看人都给那么多钱 我们这空着手势来了 不合适 今天有钱 跟那手势有钱 真没法比 人家是通过这事散财 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事敛财 是两套路子 那你说黄玉柱这人有多少钱呢 今天我们所有的富翁 在他门口什么都不是 在他门下什么都不是 为什么呢 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事 我们今天再有钱了 我看有大富翁有钱 就是买点银行的股票 成为银行的股东 到头了就这样 那黄玉柱不是这样 黄玉柱他们家有银行 有银行你说没什么信息呢 那银行我是银行的股东 我就我们家也有银行 但是他是控股股东 他占那个股份多高呢 70% 那么说民国书这银行啊 本身就多 多如牛毛啊 那有什么信息呢 新鲜 因为银行和银行不一样 银行是这样啊 有发钞权的银行 那才叫真正的大银行 我们今天中国啊 有发钞权的银行 只有一家叫中国人民银行 那么你到香港去看 有三家银行可以发钞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中国银行 这三家都可以发钞 所以你拿的一千块钱的港币 版别不一样 是三个银行发的 那么在中国民国上啊 在中国民国的银行史上 有三家银行是可以发钞的 第一是中国银行 老牌的 第二交通银行 老牌银行 还有一个是中南银行 中南银行70%的股份 就是黄一住的 他们家有发钞权 你想想他有多少钱 今天的人谁跟他比得了 那我们就想啊 中国历史上啊 人发财都靠什么呢 都是靠贸易 你靠老老实实的干活 肯定发不了财 你种那点地 没有机械化的时候 你有天大的能力 你再勤劳再勤奋 你也就过个衣食无忧的日子 赶上这个风调雨顺 是不是过个衣食无忧的日子 那么贸易可能让你变得非常的富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过去啊 个人出门的费用是很高的 你每个人需要的物品是不一样的 运输费用高昂 我们今天运输费用是非常低廉的 个人为自己的事跑来跑去的是不划算的 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呢 就是通过贸易来致富 那么贸易致富呢 你们仔细想啊 改革开放 刚一开始的时候 所有发财的人都有一个称号 叫什么呀 叫导爷 就是来回导等就发财 对吧 但你首先要什么呢 要吃得了苦 做这个导爷很吃苦啊 当年的国际导爷们都是 在火车上 哪像现在啊 飞机啊 过去那火车 连个座位都没有 坐地上啊 躺在地上 你得喝得出去 在历史上很多人经商的时候啊 做贸易的时候 包括我们的古丝绸之路 那都是丢命的 风险非常大 那么工业革命以后呢 它主要是要靠技术发财 贸易也发财啊 但是呢 它可以有一个新的方法 我们过去技术不发财 你会的技术白会 对不对 但是工业革命以后呢 这个技术可以非常大的提高效率 中国人可惜没赶上 谁赶上了呢 英国人赶上了 我们原来说过一个人啊 这人将来有机会 我们可以单讲一级 这人叫阿尔弗莱德 是英国人 这人是典型的富二代 跟我们今天这富二代有点不一样 他是英国纺织业大王的儿子 我们今天的富二代是什么呢 是拿着爹妈的钱还想去投资 拿着就上一代发的财 除了消费以外 很大程度上去投资 我看到现在今天 有很多各种基金 都是拿爹妈的钱去再度投资 阿尔弗莱德生下来的任务 就是花钱 把家里的钱想办法花了 老花不了 1860年 我们都知道英法联金 打入北京以后 圆明园遭结 遭结以后呢 在1861年到1863年 有很多东西通过海运 那时候没有飞机嘛 通过海运运到了英国 船一靠岸 这阿尔弗莱德说 这一船都拉我们家去吧 所以他们家跟博物馆一样 前些年 我记得好像是2003年吧 非典过后以后呢 这个卖过他们家的东西 那时候卖的东西 你今天看都是便宜料死 可当时并不便宜 它现在很多瓷器上来一卖 就上个亿 东西非常值钱 都是圆明园的 记载非常清晰 当时它几乎把圆明园的东西 当然不是所有了 相当一部分东西 比如有一船东西 它就包园就买了 以后有机会单独讲讲它 看看它都有什么东西 那么中国有没有通过这种 技术革命发财的呢 也有 我们就晚了 晚了一百年 比如我们晚清到 这个民国初 就我们的 这个过去说 同光中兴 同治光绪的时候 资本主义的这个第二次萌芽 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人叫张俭 这个人呢 是纺织业大王 他靠实业发财 我们刚才说靠贸易 这是靠实业 是中国 开了中国第一家博物馆 叫南通博物院 什么时候开的呢 1905年 那年还是光绪年间的 故宫什么时候开的呢 是1925年 故宫在他之后20年 才开成博物馆 那么张俭这个人呢 他当年呢 这个在纺织业投入巨资 所以今天你到 这个江苏去 到南通去 那个地方纺织业发达 就是张俭先生 一百多年前打下的基础 当时他喜欢苏绣嘛 所以他养着一个绣娘 叫沈寿 所以现在叫沈绣 他其实就是苏绣的一个 一个精致版 那么民国时期呢 这种各种大王很多 比如有一个人叫刘空生 它是什么大王呢 就煤炭大王 茅坊大王 水泥大王 火柴大王 四大天王 你想火柴发什么财 我们今天都说 这火柴发什么财 你知道过去的人取火 是个很麻烦的事 在火柴发明之前 我们今天的取火用什么 搭火机 大部分人都用搭火机 对不对 还有这个电搭火的 比如你们家的煤气灶 一拧巴当就着了 那是电搭火 那么在火柴出现之前 中国人取火 古人取火都是用火莲 有机会我给你拿两个火莲看看 那火莲怎么取呢 我说我试过 那太难了 这个火莲啊 它是拿那个棉絮 跟火石这么敲打 敲打 你要没有技术啊 半天都打不着 连打带吹 抽根烟 急死自个儿 你知道吧 所以有了火柴以后 你看火柴扒一滑 这火就来了 所以火柴当时就能发大财 还有一个人叫赵春勇 是干什么的 肥皂大忙 我们今儿说 这肥皂怎么也能发财啊 肥皂就能发财 你看看 现在什么 有好多洗涤公司 我不能说明 说明等于给他做广告 就是买各种洗涤用品 洗涤是我们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点 在肥皂出现之前 我们洗衣服非常困难 都是利用天然材料 比如草木灰 比如皂角 对吧 肥皂出现了以后呢 使清洁这个事 变得比较简单 肥皂真正退出 我们生活中的 没几年的事情 我们年轻的时候肥皂啊 比如我那时候在农村 肥皂是洗衣 洗脸 洗头 都用这一块肥皂 我们今天好像洗头是 缺了这个洗发液 都好像不行了似的 过去就是拿一块肥皂脑袋上 揉两下就行了 还有一个人呢 叫范旭东 是化学工业之父 也是化学工业大王 比如传运大王 叫卢作福 当时呢 这个人就非常有钱 是个重庆人 他是个非常有名的 爱国实业家 运输是一个 能发大财的手段 因为他能够做贸易 改变各地的这种 商业环境 所以呢 航运 过去我们一听 你们仔细想想 几十年前 大家一说谁有钱 说这个传业大王 这都是有钱的 毛泽东啊 曾对黄炎培 说过这样的话 说中国近代史上 有四个人 我们万万不可忘记 就张之栋 张茧 卢作福 范旭东 你看看张之栋 修铁路 张茧 纺织大王 卢作福 传运大王 范旭东 化学工业之父 这些人都是利用自己的技术 对不对 纺织是个技术吧 对吧 坐铁路当然是技术了 是吧 船运也是个技术 那化学工业 我们今天对化学工业了解 其实每个人了解不多 但是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个化学 那么我们今天想 回过头去想 中国古代发财的 无一例外都是兢兢业业 不管你是耕作 还是做贸易 那时候贸易做再大 也就是丝绸之路 一对骆驼 能扛多少扛多少 没有现代化的运输 最多是通过船 那么工业革命以后 这个发财的途径 就多了一条途径 什么途径呢 就是由技术发财 这个技术一定是可以复制的 而且是能够放量的 而不是一个人的独门绝技 独门绝技也发不了大财 你必须能把这个技术放量 就是所谓的 一人敌不如万人敌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其实这些东西 你看看西方的社会 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 美国有很多人 你比如当年卡内基 我们都知道卡内基 有一个名言 叫人在巨乎中死去 是一个耻辱 钢铁大王 他也是通过技术去发的财 那我们今天发财 尤其发大财方式呢 跟历史上有很多本质不同 为什么 它可以虚拟 以后有机会 我们可以讲讲 趋利 我说过 是人生的第一目标 每个人都一样 在你年轻的时候 只要你不违反法律和道德 趋利是你人生的 应该建立的第一个目标 你让你自己有尊严的活着 我们今天有一个 很时髦的话 就是看你什么时候 能够财富自由 什么叫财富自由呢 就是花钱不再 不再打磕本 还这信用卡的钱呢 不犯愁 那么 我们每个时代 都有它不同的一个道理 你只要跟这个时代的道理 能够吻合 你发不了大财 也能发小财 我们今天讲的 都是历史上古人发大财 都是发大财的道理 其实呢 对大夫人来说呢 他还是觉得 那个离我们太遥远 我们怎么能发一个小财呢 那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讲讲 就是不管你发什么财 有一个前提 叫你做事 一定要兢兢业业